新一番局五分谱派出所远警接获民众报案 抵达松信路的公寓 发现彭信锁匠在完成开锁任务之后 就在楼梯间神情恍惚意识不清 也无法与人正常对谈 远警透过手机联络上家属 才发现锁匠是因为血糖过低 导致身体不舒服 远警赶紧到隔壁便利超商购买巧克力 让锁匠使用补充糖分 终于逐渐恢复浴室 锁匠表示本身罹患糖尿病 当天施打胰岛素之后又长时间未进食 才会在工作中出现血糖过低的状况 他以感谢警方的援助 才没有造成更严重的后果 九层花长报道